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封面人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今天的早安志平为您来 缅怀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就是一代史学巨破 于英时于老师 而今天志平非常荣幸 能够为您邀请到这一位老师 他跟于英时老师 有很多很多的互动 特别跟您介绍 这位也是中央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而重要是他的身份 应该要这样来跟大家介绍 他是允城文化的发行人 廖志峰 廖老师 老师您早 志平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 谢谢老师 一早我们来谈于老师 是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先请您 为我们回忆一下 当初您跟于英时老师 是怎么样开始互动的 这是基于什么样的渊源 这个渊源其实说真的是也很长 允城文化在1982年成立 到今年已经快要40年 那允城文化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书系 那个书系就是学术重刊 那那个重刊的主要的作品 就是以历史人文学者的著作为主 那最重要的他的第一本书 叫方语志晚节考 那方语志晚节考的作者 就是于英时 也就是说于英时老师 他到允城出的这个书 就为允城建立了一个书系 那这个书系到今已经发展了 已经到了16070号 那当然因为学术书每年出的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过程 就这个系列里头 你可以看到一个出版社 或者这些著作是如何的影响了 我们的学界 或者我们对历史有兴趣的后背 那我跟于老师 因为其实他就是一个大学者 那我们说真的 我们自己的书也没有读到那么多 我跟他以前 我也不敢直接跟他联络 那允城已经出了于老师很多书 像方语志晚节考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 像朱熹的历史世界 好那出完朱熹历史世界后 才会有现在大表所知道的 语音史回忆录 那我跟他的互动 其实就从这本书开始 但是这个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曲折 我都不晓得我会有机会 跟于老师 可以那么近的来接触他 就是2007年左右 有一位中国大陆的记者 他要去访问 美国东岸的一些学者 那其中有些学者都是允城的作者 那因为他到那边 然后也希望 也有一些 我们帮他接触 有一些也需要我们有一些 吕吕吕的支持 因为他想去采访余音史老师 那为他做口述的一个访谈 那我觉得那个访谈本来是想 把他这一生 他的阅读 他对人生 对事情的一些看法 可以把它留下记录 所以这个计划是从2007年开始 那我一开始以为 这就是一本口述的一个访谈 但没想到这个访谈进行到 三年或四年 也许2010年左右 这个时间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后来就是作者都跟 于老师接联络嘛 然后他就把他的出稿 送给了于老师过目 那送给于老师过目 于老师当然就会开始改写 开始去修正 开始去调整 但是我们都不晓得发生什么原因 就那个稿子到了于老师的手上 就放了很久 然后我就问作者说 那这本书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 因为我一直很着急 如果从2007年开始 已经到现在已经19年了 然后想说 那这书到底会怎么样出来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慢慢的 又过了几年 大概2013过14年左右 这时间我有点忘记了 因为时间真的很长 然后我就开始在香港的明报 21世纪 开始就有 于英史老师的回忆录出现了 那我想 那到底那个访谈录发生什么事 本来以为第三人称的访谈 后来变成是一个第一人称的一个回忆录 但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太惊喜 是因为于老师 他曾经说过 他不写回忆录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 不想把自己放到那么高 他也不想 就讲自己的故事 可是当那个访谈录 在他的手上开始改写响 我想有一些东西开始浮现了 有一种情绪可能也开始起来了 那我觉得 他开始也用那个来整理自己的人生 所以才会有这个 自己的第一人称的回忆录 然后这个回忆录已经到了 后来我就陆续的看 也许2016或2017 其实现在讲起来那个时间好像是很快速 可是是几年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我就看那个回忆录已经写到了 已经到了某一个阶段 已经大概有10万字左右了 然后 然后因为他其实还没有写完 然后我也很着急 但我也不晓得问谁 就是当于老师在台湾有很多的学生 然后我也问作者 原来采访者 他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去告诉我确实的进度 那有一天我就在很着急的时候 忽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就打电话来的就是运营石教授 我真的是太惊吓 然后太感动了 因为我没想到我可以直接跟他通话 因为我过去跟他联系 因为我觉得 他有学生 然后他有采访者 那我是一个出版人 那我就用传证的跟他报告 疫情的一些公事 那没想到就那通电话 就直接打电话来找我 他居然跟我讲 叫我不要着急 他说他的回忆录会给我出 这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签约 而且回忆录其实还没有看到 我在想这应该是2016 我一期左右的事了 那我听了就很感动 也很安慰 我觉得一个老派的学者 他的那个风范跟那个气度 你在这通电话里头 你就可以感觉得到 但是你说要给我出 到底是什么时候给我出 那还是要个时间 那所以到了2018左右 我看那个余老师的那个回忆录 他已经写完到 写到他到哈佛大学 他到哈佛大学去念书 就念完书拿到学位 已经有一个段落了 说真的余老师这个时候已经88岁了 那我觉得这个时间 事事难料 那我就觉得说 已经有的 我就先把它做出来 因为你不晓得 对 你不晓得后面还会 他要写多久 而且你看这已经是几年过去了 我觉得如果没有先有一个段落 把那个书做出来 我觉得还蛮危险的 那不管是他或对我来说 我们都不晓得我们的职业生命 到底会多长 然后我就跟他做一个提议 那他也就答应了 那他也就答应了 这已经是2018年的 大概年春天的时候吧 那等到到了8月 那我觉得那时候已经准备要出版了 可是有一些细节 有一些细节 我想当面去拜访他 再跟他谈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机会 跟他能够面对面的 然后好好的聊一聊 所以我就鼓起了勇气 然后我就说 老师我要来拜访你 然后我大概就停留三天 然后老师如果你 不管多少时间 我都想当面跟你 确认一些不管书口的问题 因为包括书的题字跟书名 那个时候都还没有确定 所以我去在普林斯顿的三天 是我第一次到普林斯顿 那我有两个下午 在他的家里头 那我们就聊得很开心 那我们第一天聊 其实完全没有聊到书 对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机会 这样坐下来聊 所以第一天聊 然后那我想说 那我年天还能不能来 因为我觉得 因为余老师其实他年纪大 他其实坐久 他其实讲话也会喘 身体还OK OK但是就讲话会有点气喘 所以就是气会喘不上来 那我又怕他太累 而且我是下午三点到五点 就两个小时的讲话 其实也都是蛮累的 我想那个两个小时之后 重点都还没有讲到 然后我就在犹豫的时候 那你时间也到了吗 然后就说那你明天再来吧 我听到会觉得 哇真的太好了 我就想说 我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听说余老师见客 其实大概就是一个下午 其实也就 那我居然有这个荣幸 连续两个下午 在他的普林斯顿他的住家里头 那他是一个生活非常简朴的人 那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 他对事情 对人充满了热情 对世界充满了关怀 可是他在他自己的安静的书房里头 他其实就专心的读书写作 那他的住家就很简单的 有个很大的花园 那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他家门前有个水池 他后面有一片竹林 那那个竹林是 他刚搬到普林斯顿的时候 有个朋友送他一根竹子 叫唐竹 所以我去的时候 那已经成了一片竹林 那我也是那两个下午 有机会跟他这样聊 那其实余老师 我可以感觉他也很高兴 因为他跟我说他都没有想到 我们没有聊过天 就是我们感觉好像彼此知道这个名字 但是因为都是工作上的 然后都传真的电话 没有那么直接的接触 余老师与师母就带我吃饭 吃饭我觉得就是长辈 我觉得长辈在对待一个后辈那样 就三个人点了一桌菜 根本我们也吃不完 那就是吃到 后来我们的合照就可以看到 我们两个人那个吃的肚子都很大 你就知道我们那天塞了多少东西 但就吃得很快乐 那我觉得他就是对人的那种关系 然后我觉得他就很坦诚的 跟你交换看法 那我现在想想 为什么那两个下午会谈得那么愉快 是因为那天我去 我也不是用一种访谈的态度 也就是一个拜访 让我也没有带录音机 然后我就是 就是完全就是很自在的聊天 可是我那两天回到住的旅馆 我就去把它记下来说 今天余老师 谈了些什么 谈什么什么 但是我现在想说 当然有人说你为什么没有想到 但我现在想起来 也许因为我没有带录音 没有带 我觉得那个其实那个聊天是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就是那种感觉太好 你已经那么久以来 没办法跟一个长辈一个学者 可以这样自在的交换的时候 你都希望可以有 再有一次机会去见他 余音石回路后来得到了金鼎奖 那我就想把这个讲座 带过去给他 可是后来就大家就说 知道这个肺炎 文艺就起来了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过去 那我们还在电话上 一直到7月23号 我还打电话给他 我就问问他好不好 然后大家就想 因为也很想念他 就听听他的声音 那我觉得他其实也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然后我刚才说 等到文艺比较频繁了 对 我就我会来看你 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这几天在这个情绪里头 我是还没有转换过来 是因为我觉得 我就不相信他 突然就走了 就明明才刚刚打过电话 但是我觉得在所有的互动跟谈话里头 我想我最有意思 现在想起来就我觉得也很不可思议是 我去普林斯顿的时候 师母来接我 师母年纪也八十几岁 她在开车 到车站 来到旅馆来接我 然后带我去吃饭 然后带我去普林斯顿的 教授的用餐的餐厅 你就开始想 你会遇到像很多诺贝尔文学奖 或者数学奖 得主就在你旁边走来走去 你会觉得 这个太兴奋了 像Donny Morrison也是 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然后我像美丽境界的数学家 也是普林斯顿的教授 所以想说 这是人生太难得的经验了 但是更离奇的是 我们吃完饭后 师母居然带我去 普林斯顿的墓园 因为那墓园阶期就像公园一样 就在离那个增上不远 然后他去看看他朋友 然后去交代一些事情 然后我想既然到了墓园 那我就去 就于老师他的父亲 于谢中教授的墓园 我就也去质疑 那我也拍了一张照 然后后来我们就回到他的家里头 然后于老师你在门口等我 我没想到一个老人家在门口等你 我觉得那时还太感动了 然后我到他家的时候 他就说 我就准备要脱鞋 他就说我们家不脱鞋 那我不晓到底是客气还是 我就信以为真 我就穿着鞋子就走进去了 那我就跟于老师说 我说老师我刚刚去过 那个墓园看过你父亲 然后于老师说 我将来也会葬在那里 我说好 那我将来也会来看你 就是那是我那一天的 第一次坐下来在他家里的谈话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刻 我都觉得 各司宜我们怎么一开始 见面我们就会聊这个话题 所以我还是会去美国看他 就普林斯坦去看他 那我觉得他主要就是他人格 对人的那个支持 那我对于云石教授的印象 特别特别深 是因为在我到云城之前 我读他的书 历史与思想 那是年轻出版 那本书是让我的视野整个打开 因为我虽然是念中文系的 可是我就喜欢看一些杂书 那本虽然是史学的书 可是他是用比较通俗的文字 就讲很深刻的深一层的历史的思想 跟历史的背后的一个道理 那我觉得那本也打开了我 比如说像余老师 你不要以为他只有谈历史史学的一个发展 他也讲红楼梦 他讲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我还讲得很精彩 就是你就不能想象 一个历史学者对小说可以解析成这么厉害 那其实我在那次的拜访里头 我有问余老师就说 老师我说你写红楼梦写那么厉害 你为什么没有在写 他只有写两篇 他就说因为他还是比较关注在思想的方面 中国思想的方面 所以他就没有在小说花太多的力气 可是光那两篇我就觉得太不得了了 老师在这么多 您跟余老师 不管是书信往返 或者通电话 或您亲自到佛林斯顿去拜访他 这么多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您刚刚也告诉我们了 告诉我们的听众了 您感受到他如木春风一般的谈话 还有他的智学态度 还有更重要一句话 就是您告诉我们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情和关怀 在这样的氛团下 我可不可以这个时候再请您帮我们回忆一下 有没有哪一句话 或他跟您说过的故事 哪一个典故 他的观察 是让你觉得说 好 此刻我们来回忆余老师的时候 还蛮值得把这个细节说出来 可以凸显他对世界的关怀 或他对过去对历史的这个重视 可以作为我们后辈 想要未来在研读历史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些启发 因为一句话对我来说可能比较难 但因为长期以来 因为余老师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余老师对我好像很熟悉 或者对我 我感觉他对我有种特别的关注 是因为 也许从很久以前 我就开始做中国流亡作家的作品 那我也做图博流亡作家的作品 那我觉得在人道的关怀的这一方面 也许我们的心灵心意是相通的 所以余老师 他其实也为很多的 我的作者写序 比如说像为廖义武 廖义武写 他写他的一些底层 写他自己六四的经验 那余老师也为他写序 那为康正果写出中国籍的作者 也写序 然后你看他对香港 或者对太阳花 他对这种 争取这种自由的 民主的人权的 我觉得他一直都很关注 那我是后来在一些报纸上的 的文章 回忆文章里头 提到余老师人生的最后 他其实最关心的还是香港的问题 他很焦虑 因为他觉得对香港变成如今这么样 他一定很难过 为什么他会这么难过 我说这种人权的 我觉得他其实在香港 新亚书院 是他得到了最完整教育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他随他父亲是历史老师 可是他很多时间 他在乡村是在自己读书的 那他到北大念书 其实只有念一年 后来遇到战乱 又改朝换代 然后又回到了香港 他在香港才有真正的 开始他一个学术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训练跟吸收 然后之后才会有到美国哈佛大学 进修的这一个过程 所以我想要对香港的情感很特别 而且他所在的那个年代的香港 其实是所有的各路英雄的 各路英雄都在香港汇聚的 这种思想的各种流派的 百家争鸣 或者百花齐放的 你看那时候的杂志 也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也充满了知识分子 对熟事的一种理想 那我会觉得熟事的一种理想 或者这种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 其实是一直 云识老师里头 我觉得对他来说 在生命里头 占了非常非常重的一个 分量的 这个知识分子 如果他做一种时代的一种良心 他就应该体现在他的作品里头 体现在他的发言里头 体现在他的作为里头 我觉得云识老师 是一种完全的体现 他并不会因为利益来思考 所以因为你看 他因为对为六四 反正因为六四不平凡 他就不回中国 所以你看 所以中国就把他的书 全部下结 可是他也不在乎 他一样就写他的 他不会考虑到那一个市场 所谓学术的市场 或者所谓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人就回到一个本性 回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 我觉得就很难 但是我觉得他给我这种 人格的一种光环 就是你会突然 一直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人 那我自己做出版 其实也是比较偏这种人道 我关怀的向运程 那我觉得长起来 大家不知道是 我在跟余老师通电话里头 他每次都跟我讲说 你们出版社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我觉得你现在他的鼓励 胜过你在书店市场上 得到的那种反馈 我觉得有余老师的这样一句话 我都觉得那是最重要的一个 精神的一个知识跟支柱 那虽然这种话是私下的 没有文字记录的 可是在他留给我的一些传承里头 其实我都可以感觉得到 那我还没开始整理 因为整理起来还蛮伤痛的 但我觉得余老师的这种精神 其实隐程座的书里头 有一部分是体现这个精神 我自己这么想 老师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您 就是刚刚您提到 这么多的著作里面就这样一本书 其实也许我们错过了之前这么多的书 但是我们这本书不容错过 就是余音时回忆录 现在应该都还找得到这本书 我们在一般的网络书店 或一般书 其实现在书店 其实就全部都看得到这本书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也由我们的听众来进行一个 最简单的导读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在看这本书之前 有一点点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可以很容易进入他 然后呢 而且这本书非常值得要推荐给大家 是这本书其实很容易读 是我们就讲中华民国这一百年 或者这一百年的一个过程 那余老师他本身活了91岁 他出生在1930年 就是他自己的一出生 就跟这国家的一个民运 几乎就是一起发展的 那国家的变动 知道他个人生命的一个变动 那在余音时回忆录里头 他在前几章就想 他自己怎么样在时代变动里头 怎么样生活 怎么样求学 或者自己自学 然后他到了香港 他香港阶段里头 他怎么样开始 他真正的学术的根基 然后他又遇到哪些大师 这些大师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然后到了美国求学 他又开始跟哪些大师学习 他又读哪些著作 这些著作对他的影响又是什么 我觉得你就可以看到 一个学人的一个自学的一个 重点的一个发展跟成熟 那也看到个人生命 跟时代连结 那他自己包括自己早年的 在自己的生命基因里头 对共产党的直接的接触 像什么新四军的开始 就从他的家乡开始 屠杀开始 但他有一个阶段 青年阶段 又迷失在这一个 在共产主义这一个 比较浪漫的一个情话里头 你会看到一个学人的成长 但事实上 他那本书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那我觉得对一般想认识这个时代 可以透过他的书来读 有心从事历史的青年朋友 也可以透过他的书 来看这些书 这些经典 到底怎么样进入到 于英石老师的一个学术生命里头 是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制品非常荣幸 能够为您邀请到 允城文化的发行人 廖志峰 廖老师 我们请廖老师在节目中 利用今天的访谈来回忆 他跟于英石老师的互动 当然很重要的是 我们也介绍了于英石老师的著作 说起于英石老师 当然一代的历史巨破 重要的学者 如果你过去已经读过于老师的著作的话 那么当然你非常了解他的重要性 但如果你还没来得及读过他的作品的话 今天的访谈 我相信对于您去了解这一位重要的学者 有很重要的启发 我们也特别谢谢发行人 跟我们的这一段访谈 我相信对于我们今后会想要再去看 于老师的作品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注迹 就是当年有这样一个 我们讲我们是他的后辈 跟于老师的一个互动 那个如木春风的感觉 那个感受到他对这个世界的关怀 还有他的用心 我相信对后辈都是很重要的启发 是的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精神 就是会一直成为我 或者很多人的一个前进的动力 这个坚持理想的一个动力 没错 也谢谢发行人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